兩個國際 首先講一下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總統下令沒收台灣資產 被北京當局 台灣趕到明無法接受 什麼事呢 事源於早前尼加拉瓜和台灣斷交 而且和中國大陸宣佈建交恢復大使局往來 台灣對外人員稱 將對外單位所謂大使館 捐給當地天主教的馬拉瓜總教區 但是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 宣佈將相關的資產沒收 然後將它移交給北京黨局 意味著中國大陸可以擁有台灣樓下的所有不動產 加上它的設備 亦沒有所謂的交易轉讓和捐贈 這些就是一中一台和一個中國的分別 因為如果它是一中一台的話 它基本上就不存在現在的問題 因為大家是一個中國 所以它就是現在 我講這個大約 這是它是一個承繼的法律 這個完全是一個法律問題 香港你知道什麼叫十三行嗎 香港是十三銀行 譬如說以前廣東省銀行 什麼銀行那些 全部都是中華民國擁有的 當中華人民共亡國取代了中華民國之後 整件事就直接將英國政府 將那些銀行直接由台灣 直接移交給中國 其實香港也試過一次 將你政府資產 因為你轉了新政權 那你就將那些東西轉了過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承認的問題 你是國家資產 而它兩個理論上是一個國家 所以就是這樣變成 其實香港曾經試過一次 當年的時候 曾經在1949年之後 是試過一次 是這樣的轉 直接將中華民國資產轉了過去 那現在其實這個狀況 也都是一定 也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發生了幾十年之後 今天大家就不太習慣了 那這件事就是 是令到他們有些是無法接受 因為離家那瓜這樣的 他跟台灣 他跟中華民國建交過 又建交過 又再建交回 現在再斷交 其中 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他跟美國交互了 他跟美國交互了 因為美國 即是他總統 回來覆去 即是他覺得他總統是矛 我不記得了 大約是怎樣的 回事終於選舉 選舉 選舉那裡 覺得他有些選舉舞弊 那情況就是 但是他台灣一路的交情 就是台灣就答應 然後借一億美金給他 借一億美金給他 但是就因為他們怕蔡英文答應了 但是民間銀行就怕真的借給他 如果美國違法判斷制裁 那時候那一億美金 他們家銀行做了一億美金小事 那家銀行就給美國抵制 入不了SWIFT 那就大件事了 那到最後他一億美金反航 很多人會估計那一億美金 即是不是反航 政府答應了民間銀行不肯 因為民間給他一個美國政府抵制的政府 然後他這樣的話 美國政府就不用他的交易結算系統 SWIFT 那就大件事了 那時候銀行就不肯借 那時候他離開關就覺得很生氣 就是你反對 但是他下令沒收台灣之下 交回北京的意思 就是說他以後不會 他就說以後不用錢了 我以後不會再跟你台灣做朋友了 這個意思 就是這件事這個是 有很多時候你分手都是 就是說我真的沒辦法了 北京真的很強大 我們為了你真的沒辦法 台灣不好意思 我們跟他見交了 不好意思 就是很來好啊 很來好去的大家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我已經沒有了 分手的話 所有東西所有東西 我都毀毀了你 正如我的朋友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說過朋友的故事 那些人說我經常都回到國外 就是跟老公吵架的時候 警察來搜白粉 他說那些白粉是天花板 他就藏起來 那時候抓了老公 坐了七年 所以這個就永遠都沒機會翻身 沒機會說得和 那個狀況 你記住 所以這個後來他問 求老公 你老公要不要嗎 你不用 你記住我教你找女人 教你找女朋友 或者老婆的一個基本原則 你找老婆的基本原則就是 當你收了白粉在天花板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跟警察說 你收了白粉 在吵架的時候 即是他不會一個失控 如果一個失控的女人的話 就算你不做壞事 即是他會有一個毀滅性 即是正如你一個 你如果女生認識一個男朋友的話 你會認識一個 你不可以認識一個陳同佳 他不論對你多好 但他會有失控的時候 原來他發現你勾老 就算你不勾老 總之你會評估 如果他發現你勾老 他會叫他來的話 那個人就算你勾不勾老 那個人是不在一起的 即是那個人 如果那個人是會有 在一個狀況之下會出賣你的話 即是他不可以控制那個陳同佳的人 你不可以在一起的 你記住 這個是很基本的 因為他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就是那個人是有理性的人 他不會在一個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寧願他跟你 你有一百億強能打官司分身家 好過他會毀壞你 明白嗎 即是他還是說理性那些東西 好過你 好過你找一個人 原來是完全不講理性的 原來到了最後 你跟他說什麼都沒用 然後你跟他去台灣旅行 他就會駕駛你 即是說這種人 你是不行的 即是交友需要謹慎 特別是交友友和朋友 即是伴侶都更加謹慎 是 講完這個之後 都先回到中國大陸 據報最近出了一宗網報事件 即是有一宗欲華事件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一間公司叫三隻蟲鼠 2019年的時候 就拍了廣告 現在就被人翻出來 有些網民認為 這個廣告特意用瞇瞇眼的無特兒 刻意醜化中國人 而且廣告宣傳語言 說什麼大法好都是很不妥 Vtrain就是法輪功 對於這件事 你說什麼法輪功 就是什麼大法好 這個以前就是法輪大法好 之後就有一段時間 變成了內地的其中一個 叫做用語或者叫梗 就是什麼大法好 就是套某些東西下去 很簡單 其實當時用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覺得自己是要用法輪功的東西 純粹當作一個疑惑 但是現在又… 即是有時我們都會將一些什麼用疑惑 但是現在就… 情況就是… 在大陸倒是危險的 就算現在來看 就是從那件事來看都是危險的 對於此 當然生日重甫就仍然有道歉 但是那個模特兒就很不屈 模特兒就在微博那裡說 其實他自己天生就是這樣眼 我可以怎樣呢 我作為一個專業的無特兒 可以做的就是按商家要求拍 出商家要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無故被稱為辱華 難道眼睛細就不配做中國人嗎 那就是對目前的一個叫做 叫做幾波缺魂鬼的網絡環境 作出一個強而有力的恐縮環境 是 那個模特兒說得對的 就是為什麼要眼大是漂亮呢 為什麼不眼小是漂亮呢 對不對 我們以前的時候從來 中國人都是很… 比試人家眼大的 以前你看到我們的畫 通常都畫到斬眉眼 都畫到很細小的眼 細小的眼就漂亮了 我認識一個女生 她的男朋友全部都是細小的 我說你很喜歡這些細小的眼 那個女生是一個出名漂亮的 你才笑的 大家想問誰了 我說為什麼那男朋友全部都是細小的眼睛 她說是又喜歡這種瞇瞇眼 就是我喜歡這些細小的男生 就是我覺得細小的男生 都是男生和女生不同的 細小的眼在中國古代來說是漂亮的 這個是一個審美的眼光 如果其實如果覺得 這叫我講過 如果覺得大眼是漂亮的才是玉華 但是我當然是玉華 我也喜歡大眼 那個審美標準已經被distorted了 但問題是其實你應該是說 你覺得標準中國人這樣的樣子 就叫做英俊了 這樣才是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認爲那些像西方的白 那些雖然中國人都白 就是北方 好像西方的樣子的話 是叫做漂亮的話 我就覺得是不對的 其實本身是一種玉華的 就是大家把玉華整件事調轉了 這個就是很久之前 張子儀拍了一套她做 好像《魏技回憶錄》 她做過日本《魏技》 那些人就說她是玉華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純從什麼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日本人 拍一套荷里活大戲 或者中級B級 或者A級美那些 你找一個中國人 去做日本人 那究竟是中國人會覺得 醜一些還是日本人覺得醜一些 日本人 那就是了 就是等於我們以前的時候 有一套電影很出名的 蕭若元看了一套電影 然後拍了《大靜欣情》的《大地》 是出自蔡珍珠寫的《大地》 《大地》三套電影 拍了一、兩套電影 到這個就沒有拍到 因為他本來是三套電影 大地兒子門分家 不過兒子門分家就不太好看 蕭若元想著《大地》恩情 如果可以的話 第一部是《家在珠江》 其實那部是《家在珠江》 然後再拍了《古刀驚雷》 再拍《金山夢》 到了《金山夢》 蕭若元最初是拍九部 但是好像《大地》一樣拍下去 就是說《大地》那個男主角 整套電影 他做中國人 整套電影都是鬼魂做的 只有一個中國人而已 你看美國的語語片台 經常都看到 全部都是鬼魂來的 那究竟這樣是肉橫呢? 我覺得是肉橫 所以整件事 大家把肉橫這件事 當年的時候 我張志爺很無辜 其實那是肉橫多一點 整件事究竟什麼叫肉橫 我覺得 要分清楚 現在你覺得他這樣 其實不是一個肉橫 其實不是一個肉橫 但是 但是 他說真的是中國人 但是 究竟什麼叫肉橫 他做什麼的話 我覺得 整件事是有些 需要定義清楚 或者是一個理念鐵做主角 或者是中國人做主角的戲 你就是永遠都不可以和我 金髮美女拍拖的 那這些就是肉橫 我覺得 但是現在這個反而不是 他講得對的 也不得意 整件事是 我們的審美扭曲了 或者這樣問 近年很多時候 網上很多事情都被說肉橫 你說指著秘密芝麻人 當然就是肉橫 但是 好像這件事 或者好像之前歐陽鎮說 在TikTok那裡 跟大家慶祝聖誕節 誰知道下面一堆留言 又說不過羊節 又是肉橫 就是 反應會不會大了很多 過羊節其實是不算肉橫 但問題是 如果這麼多人過羊節 或者把羊節變成假期 是有政治不正確的 你喜歡過什麼節 這是一個自由 我不覺得過羊節 就是說大家一起玩而已 我們都周時去參加泰國潑水節 對不對 難道我就缺肉橫嗎 那件事就是 或者一天你過羊節 聖誕節來說 似乎是一個宗教節 我信基督教 那我也要過聖誕節 我不信基督教 信基督教你就說 你是不是不給信基督教 信基督教我不是過聖誕節 符節是很應該 對不對 但是那個人跟我說那件事 他說那四眼節都是傳道之日 但是他那件事 我說那香港現在不是一個基督教 我說那也是佛誕 他說那道教和孔教怎麼計算 道教和孔教都是中國人 因為道教和孔教沒有教 因為大家四個一起放 那我也覺得這樣對 如果有佛誕有基督教 很多道教和孔教的人 是很不信 為什麼孔子生日 大成至善師生日 又沒得放 然後道教的老子 你不孔子生日 就是道教沒有法定假期 為什麼你那些什麼就有 那我心想那就是 就是 你還連續放聖誕之後 庫折兩個大假 那我心想那也是 就是 最重要我們的總假期不要減少 放什麼假期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們過了九七之後都沒有放英雷黃秀神 就是之類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整件事就是比較 就是他講得對 就是這個 我們要把整個審議標準 就是你個人的審議標準 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有些人比如好像我這樣 我喜歡一些瘦的 有些人喜歡一些大波的 那當然瘦和大波是沒有 所以 那些瘦的大波大家都很喜歡 但是我喜歡瘦的 所以 那個人的 有些人喜歡大眼 有些人喜歡小眼 沒有用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人出了小眼的 模特兒 然後你說他辱華或者什麼 那件事就是不對 說他的人是不對 就是反應就不宜過敏 我個人認為 那特別是別人 都是好像他所說打飯工 你就算咬你也不是咬他 你咬也要咬商家 那沒理由誤人 一定要戴桿 睜大眼 是 要換人 那講完這個 都講台灣新聞 綜合台灣的報導 之前有一個54歲的林姓男子 他有個女兒 那女兒就據報被人 就落約 然後輪奸 輪奸 然後再拍影片威脅 然後就最後自殺 2017年自殺之後 那兩年都是僅僅於懷 2019年就告訴了一個朋友 結果兩個人就商量 找個疑犯出來逼供 然後再找一個朋友 那三個人一齊出來 就逼供完之後 再捉了一個主謀 捉了一個疑犯出來 對質 結果那兩個被人捉的人 當然死口都不認 然後這三個復仇者聯盟 就生氣了 用膠和棍棒 不斷打他們 最後打死了一個人 也打到另一個人重傷 那件事到今天 就是昨天就判刑 最後判了12年 另外那兩個幫手的朋友 就判了10年和8年 那那個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搞我女兒的話 我也不排除我這樣殺了她 首先來講 那就是 但是那個幫她的朋友 也算是幾個義氣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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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頂多這間房辦看不到的事 是啊 還有你不要連累我 你不要當我知道 捉到都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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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真的要來殺人 總之我不管你這間房間我來幹什麼 你說帶女兒回來搞事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這樣那一隻 最多都是做到這樣 如果在大陸 你這樣什麼 你的家庭已經等同是什麼 很糟糕的 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 我認識有人 她說她的朋友 那個人在電話跟她說了 有這件事 那她就當她同謀 明白嗎 有這件事就當她同謀 那個很糟糕的 所以這件事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那個 我覺得 那個老爸是情有海源的 那個 老爸的朋友真的夠義氣 給我兒子不兒子 他老爸很難 那是老爸來的 你想想一個男人 一生人有三個重要的女人 就是三種重要的女人 因為就是媽媽老婆和女兒 因為很多人有幾個媽媽 兼此有幾個老婆 兼此有幾個老婆 所以是三種 不是三個 你最疼的是女 相對於說你最疼的是女 所以你這樣的狀況 很難不殺 但是問題是 這個人都是很有 雖然這些是 這是自然的法律 你想殺她 就是違反了人間的法律 但是你有自然的法律 但是問題是 其實那個人很理解的 因為他那件事 性侵所有事情 是沒有證據的 所以他一定找回 原來那個人去對質 他沒有殺到 他捉到一個人 他捉了之後 首先第一問了 那些人首先認了 認了他沒有殺 但是就把主謀拘捉出來 是 他捉了主謀出來 兩個對質 到兩個對質的時候 兩個都死口不認 有兩個人 應該是三個人 應該是 這個是三個人 不是 兩個人而已 是嗎 首先捉到那個姓王 那姓王 那姓王的那個 之後就供了姓莊 然後呢 那姓王的本身認了 然後再捉到對質的時候 那到對質的時候 那姓王和姓莊 都不肯認了 然後呢 即是他捉到第一個 捉到第一個 第一個本身就認了 但是捉到第二個 他第一個 他第一個三人去找到 三人找到姓王 疑反黃藍 然後就供了主謀莊藍 然後呢 然後呢 兩人對質的時候 對質 但是對質都不肯認 所以到時候就打死了兩個人 兩個都打死了 即是認了那個 兩個都打死了 打死了之前姓認那個 然後主謀就沒有死 最後打死了認那個 是嗎 因為兩個都是不認帳 對 臨時翻臉 兩個都不認帳 因為推捨是責任 如果兩個都認罪 理論上 如果兩個都認罪的話 可能沒那麼興趣 得了現在立刻去自首 可能他就不用死了 是的 但是就很麻煩 當你去到這樣的時候 就是一個悲劇 但是我相信 他們說性侵之後 再去拍片 然後去屈他 而這件事 在什麼來講 就很普遍 最麻煩的不是性侵 是性侵 然後拍片 就是拍片 拍片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大 然後拍片之後 再一直屈 會令人整件事 之後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研究 研究性犯罪的專家 我聽到很多性犯罪 到最後 那件事你真的 不上路 那些人 你就是迫虎跳牆 你性侵完之後 還要拍片 拍片之後 還要拿一條片來威脅 一是威脅 一是威脅你錢 一是威脅你 威脅你 威脅你 以後繼續跟他性行為 發生 而這件事 你會變成 這件事是終身的 這件事是否還要發生 如果你放著那些片 你威脅他 威脅他 威脅他 然後威脅他 給他性交 這件事是終身的 這條片 你會在這裏 還要交給他 你都可能繼續 是甚麼 所以你就是 逼虎跳牆 你就是逼他去死 或者逼他去 逼他去 那個叫做 報警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出來撈東西 那些人就說 我想你看那裏的 新年財都知道 就是你如果你是去 江棍打狗 不打家日 到最後你握 那人身上有100元 你只要握他99元 你留下1元給他踏車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會有反撲 就是那些很多人 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 沒有受過 沒有受過江棍教育 就是黑社會出來 撈東西那些教育 然後一出來就犯罪 尤其是街上有很多犯罪毒癮 就是毒癮犯罪 周時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 你到最後你沒有 停止 我覺得這個不是因為 泰國犯罪的問題 你那個人沒有停止的話 你到最後 就是等於那個人 我剛才說的 天花板有白粉 那個人沒有停止的話 一定會遇到悲劇 這兩個人就是這樣 其實他們兩個就沒有停止了 就是整件事 但是反而是那個 那個 男士主 我覺得判十二年 是否重了一點 因為那些 如果遇到 其實遇到這樣的報仇 但是因為 那個國家實在太過 那個地方 那些人 實在太過 政府是不會想 一些人去報私仇 因為如果報私仇 的話判五六年 很多人都報了 就是會不會本身 因為其實這件事你都很難說 因為你台灣發生的旋狀之下 通常台灣關於 拼東西這些東西 或者是搞來搞去 就有太多的關係 法院我想都很難判 那兩個人 就是判他強姦或輪姦 是 但問題是拍片 拍片都是威脅 這兩件事很嚴重 搞他的時候就很嚴重 所以就沒有辦法 這件事就是老爸親手做 當然 老爸親手做 他做十二年 我覺得都是應該的 當是做完就認 那兩位兄弟就 太夠義氣了 就有勒氣了 不知道出來之後 還有沒有朋友做 你答應那一刻 你已經知道有什麼好說 今天暫時 兩岸先退到這裡 沒有國際 沒有什麼國際新聞 只有一單 沒有那麼重要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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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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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駐韓的美軍司令 就說 其實應該將中國 納入美韓聯合作戰的規劃 韓國國防部 對於有關言論 深感意外 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韓國國防部 其實很多 只是做兩件事 第一 就是預防北危的進攻 第二 就是沖情作戰 就是想著想著 鎮壓韓國裡面的示威運動 他沒有打算跟中國打仗 但是因為他的指揮權在美國 對 就是美韓 所以美國一定要 因為美國在南中國 一直壓制不到中國 所以他一定要拋日本 和韓國 下水 但是韓國和台灣 基本上 因為日本介意中國 守衡台灣 因為日本始終是有爆權 所以他很介意在台灣 因為台灣是有個勢力範圍 但問題是韓國 跟台灣關於Kels 而且中國吃了台灣 可能更加好 因為台灣是一個競爭對手 台灣是一個競爭對手 而且台灣 因為美國照著 所以競爭力是大一點 如果台灣被中國吃了 沒有美國照著 對韓國來說 反而是鬆了口氣 中國收回台灣 對台灣鬆 因為至少他的地位 韓國不對等 美國必須要投資韓國 韓國更多 他將台灣的簽片 地位搬回三星 搬回台灣和韓國做 所以韓國在韓國來說 在中國來說 他強大 多於台灣和少於台灣 對中國是沒有分別的 對台灣對韓國是沒有分別的 還有這個計劃 跟韓國現在的國策 都有一些雙左 因為其實 在朴槿惠年代開始 其實韓國都已經盡力之力 跟中方修好 中韓修好 收到現在 你無故又無故 將別人流入作戰範圍 韓國防部自己都爭了頭 首先我又打不過去 其次就是我現在跟他交好 為何要跟他打你 第三就是 台海關我站好事嗎 大家隔著幾千公里 他吃了我還開心 我還想跟他 所以整件事 美國就是 美國一定會被捆綁 所以整件事 我想 我們講到這裡都要收皮 美國會否當成為韓國 會否當成為韓國 一個不拒絕 就走過去跟蹤中國 是 我想跟不到 因為他簽了那些 大家共同作戰 那些 那些 美韓什麼鬼 所以他是不可以這樣做 但問題就是 要視乎怎樣拆 因為只要韓國朝鮮和解 我想美國的控制力會比較少 就是停戰 那叫停戰 現在還未停戰 現在還未停戰 還未停戰 還未停戰 只是暫時停火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